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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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才是最后一圈 反正那么多人都说他帅了 干脆我们再发点福利 还有一个片子看看他有多帅 全是由照片组成的看下面的片子 我问一下黄瀚老师 在《非诚勿扰》第六个年头来的男嘉宾当中 从颜值来说前十名应该有了吧 那肯定啊 下一条片子 我合作过就他这年龄段的演员当中 极其 郑哥更像那个家人就是兄长这样 郑哥非常的懂得照顾人 非常细心 非常为大家着想 他也是一个比较好张的人 每次他张了完之后 来啊 收工啊 大家搞起来啊 所以我们所有人到了 他第一个喝趴下了 黄瀚我告诉你 三条片子播完24盏灯一盏没灭 这是六年来的第一次 三条片子播完 我都不相信 以前最好的成绩 大概有这么十几盏灯 十几盏灯 那已经是最好的了 唯一一次一盏灯没灭 这个是我觉得今天这个 应该记住的一个 是 不是因为长得帅 帅来的也不少 不仅仅是这个 他还善良 然后他还懂得去体会和感恩 然后呢 他还有这个很独立的东西 而且他还自己表达说 我要留在这里 他能够感染到我们的东西 绝不仅仅是所谓颜值 我想24个 确定现在都留灯的话 是你们的一种认可 恭喜你进入到了男生圈里 上去灭掉22盏灯回来 такие 是啊